大家看的就是要來看的是 國土五河這個山山水土 現在說從六月份開始 應該可以塞料更加瞬息 因為個公局 來表示說裡面一些 這領域上很早的系統已經完工 還不然這個山山水土裡面有什麼事 用電腦來感應 很快一分鐘就可以了解 管理山山水土漏空的北南 幸福中心裡面 感受警官 如果沒有人接電話收起漏空 要看別人沒有看山山水土裡面 有車輛夠長的情境 因為牆壁裡面沒有路徑 如果受疏忽就要加速排毒 沒有這麼嚴重影響交通 現在國公局 完成山山水土的亞生水土 很多系統建立 利用原本的鑑識去圍面 把亞生放在行控中心電腦拍拖 就可以很多處心受夠因為狀況 能夠偵測六種事件 行人 煙霧 逆行 車輛停等 車輛用塞 還有一個是散落物 因為牆壁裡面 出現東西 流下去 上交通狀況 行控中心靈環 必須要好好看到 鑑識去圍面才能通報 整個通報過程差不多要五分鐘 現在有了 嚴重鑑識系統之後 通報時間應該可以 收底到才一分鐘 交通就能夠更通信 因為它是輪跳的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並沒有辦法 很及時的去發現那個事件 那未來就是說 這個這套系統透過一個軟體 機器的一個輔助 那把整個反應的時間 都縮短到一分鐘以內 國公共標示 加速未來的 三三水道 如果手機用東西 拿下去 營養開車安全 農業系統 除了在第一時間 緊實 要農業 存錢 可以追求這點 會花三千 到六千塊 的款款 記者 從可不得